昨天2017中国足鞋杯半决赛次回合结束 上岗客场击败恒大晋级足鞋杯决赛 赛后上岗球员维世豪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自己的进球庆祝动作是在模仿姆巴佩 上岗三线作战都想拿到冠军 足鞋杯目标就是夺得冠军 以下未采访实录 记者这场你表现非常不错 打入一粒进球 谈谈自己这场比赛的发挥吧 顺便说说你的那个庆祝动作有十腰意义 维世豪 我觉得其实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除了那个进球以外有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 那个庆祝动作就是模仿姆巴佩 记者谈谈上一场哑观和这一场对恒大有十腰不同 维世豪 我觉得这一场和上一场比心态不一样吧 这场赛前教练安排我们当作林志玲来批拼尽全力拿下这场比赛 记者本赛季和恒大六次交手觉得上港有十腰进步 维世豪 我觉得一场比一场好吧 因为跟恒大交手多了会有很多经验更了解对方三线作战我们都想拿到冠军 所以我们每一场都拼尽全力 记者对于足鞋杯决赛上海得比一有十腰样的想法 维世豪 我觉得因为在上海踢马我们还是想取得冠军 就这腰简单 记者你今年几个进球都是踢鲁能 国安汉恒大进的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踢大场面的球 维世豪 因为我挺喜欢在这种比赛中出场的吧 因为今年上场机会不是很多能进球也很开心 心体